夏天玩水但又发生意外 从深水区找到溺水男子赶紧跟时间抢命 只是还是慢了一步送医后伤重不治 14号下午新北市双溪区清水桥附近 一家六口来这里玩 当时10岁的弟弟跌进深水区 妈妈发现后赶紧拿一旁的救生圈丢到水里 尽管第一时间他抓到了但还是被水流冲走 爸爸为了救孩子也跳进水里 却因为体力不支 早逆比 水深深度大概有三公尺到四公尺 然后一般民众来比较不知道陌生环境 外地来居多 上面都是比较浅 所以如果靠近这边玩 就会容易发生溺水的危险 这个地方的确是可以细水的 但是柵栏上有公告警告民众 只有发布台风警报禁止细水 发生意外的地方 警销人员也说是两条溪流的交汇处 水流才会又快又深 我在这里出生的嘛 一大早去公所人员开着大卡车 来到西边更换新的救生圈 虽然这里可以玩水 但因为户外细水 有石头缝又有看不见的低洼处 如果水又比较湍急 结果一个不小心就发生意外 原本一家六口开心出游 爸爸却命丧溪里